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顺便赚花不完的钱 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看一下这个行情走势我们怎样去看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比特币的行情我们怎样去看 来昨天的行情有经过了一轮下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这一条趋势线也精准的打到了之后进行了一个反弹 那么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支撑与主力的互换位 同时它也是在这个区间里面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那么在中间的位置反弹 接下来讲真的蛮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如果说它再没有力向上涨的话呢 那么这个行情将会有一些下跌的危机 这一点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注意这一个星期的行情走势的 那么讲真的以整个行情来讲的话呢 现在正在顶部的位置走着一个小盘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走着这个收链三角 那以这个收链三角来讲的话呢 讲真的我个人是觉得比较没有用 比较没有用 因为这个收链三角已经走到了尽头 有可能大概率它会走一个盘整结构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小盘整结构 只是说它有可能会走出一个更大的盘整结构 那我们往这个星期来看 这个星期的这个指标它告诉我的信号其实是有点看涨的 那么以这个星期来讲相对比上个星期它会比较搞事情一点点 那如果说我们讲它会搞事情的话 那么行情有没有可能会经过一轮的这个下跌呢 那这个星期它的信号是告诉我看涨 可是有可能这个指标它的成功率没有那么高 它会反方向 那么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只是靠这个指标来做判断 那毕竟往这整个月11月份来讲的话 这个三条的黄色线它也已经冲到了第三条的这个位置 那么在上的话就是看到这个星期的最高点 是108千10万08千美金的这个位置 那么再来第二条就是10110万01千的位置 那么在上就是这个9万5千500的位置 那我个人会比较偏向于什么呢 这个下方的这个支撑位大概是在这个8万2左右的位置 那我们往这个动力指标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到什么 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两小时图的这个顶背里 那两小时图的顶背里已经晕亮着已经走着了 那我画了一条小小的趋势线 那这一条白色的趋势线来讲的话呢 它是符合三小时的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呢这个两小时的顶背里真的有效的话呢 它就一定会穿破这个白色线 那如果说它往下穿破白色线的话呢 其实我们要小心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一旦穿破的话呢 它会夸级别的直接跌到更多 那如果说跌到更多的话呢 我会看的位置呢 大概是去到8小时的蓝色线的位置 大概是8万2左右的这个地方哦 哇哦这个地方如果布局做空单的话呢 好像也有一点点的漏对不对 大概是有一个10%到9%的这个空间哦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行情会这样子跌呢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东西哦 恐惧与贪婪指数 那么恐惧与贪婪指数呢 以现在来讲呢 它已经去到了一个极度贪婪的这个情况了 那么整个市场如果来到极度贪婪的这个角度的话呢 你们就要小心一点点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行情呢 是有可能会有洗盘的这个情况出现了 那如果说呢真的发生洗盘的话呢 它也可能呢是洗这个资金费率哦 那以现在的资金费率来讲的话呢 我们看到说满江红啊都是很多人布局做这个多单 那么很多人在这个高位布局做多单的话呢 那么以专家的角度或者以大户的角度的话 他们都会想要洗盘嘛对不对 想要割韭菜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一点点了 那以现在的这个信号来讲的话呢 将真的它是有空的信号出现了 可是以整个大方向来讲的话呢 它确实是一个上涨趋势 那么这个上涨趋势来讲的话呢 它结束了嘛 那讲真的还没有结束 那行情不排除说会有一些回调 那有回调的话 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下 看有没有可能可以准备留守布局这个行情 那我们回到之前有讲到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这个CME的这个缺口 那么CME的缺口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呢 下方的这个缺口呢 大概是在七万八到这个八万美金的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呢 行情走势真的要回调跌下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所以呢 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 我们真的是要稍微的去留守一下 那我个人呢 有想要开始准备去布局做这个空单 只不过这个空单值不值得去做呢 讲真正的 如果我们现在布局的话呢 我们的止损呢 可能就要承担大概是3%的这个风险 那么这个也是前高点的这个位置 那毕竟呢 那我们现在是看不到天火板在哪里哦 只是目前暂时看到一个短期的一个天火板 大概是在9万3500美金的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 讲真呢 以动力指标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个人啊 讲真哦 如果说你比较害怕风险的话 你可以等待的是右侧交易 不需要左侧 那么如果你现在布局的话呢 会偏向于左侧交易 那如果说你等到他跌破我所画的这个白色线的话呢 那么那个时候你去追路做这张单呢 你要承担的风险呢 也差不多是5%的这个止损的这个风险 那么呢 如果说呢 你把你的止损呢 把它控制住在这个前高 不要在最高的话呢 那么也大概是3% 所以是3到6%的这个距离 那你觉得值不值得做呢 如果你觉得值得做的话 或者觉得不值得做的话呢 你在下方评论留言告诉我哦 那么呢 这个就是我当下的这个观点 将争现在你问我要不要去做多单呢 我个人是会建议你不要去做多单 反而以此时此刻的角度呢 好像做空会来的比较值得一点点哦 所以说当行情真的跌下来进行回调的时候呢 我们来到下方的位置再来布局做多单呢 这样子才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哦 那这些就是我的观点 希望我的观点呢是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啊 还没有订阅我的话呢赶快够够力攀下去 订阅我关注哦 并且我会告诉你航行走势会怎么样去走 带上你学习顺便赚花不完的钱哦 那如果说呢你本身呢想要学习更多的话呢 我在这边呢也是欢迎大家 来参与我们这个星期六和星期日的这个课程 那么我们的这个课程呢将会告诉你呢 怎么样去画图 怎样去看这个盘面 然后不要4more 然后怎样有策略性的去做这个行情总释的布局 开在必要的位置 而不是乱乱的开单哦 所以想要学习的话呢 在这边我们的discord里面有这个公告 你可以来公告这边看详情 那还没有注册ST的话呢也赶快注册起来 那注册的之后同时你再注册这个NEES的 这个外汇平台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课程了 基本上它是免费的 那非常感谢你呢把我的影片看到最后 那么记得来订阅我关注我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明天见拜拜